今天來介紹一下 Volvo方向盤上的基本功能 左邊這一邊就是跟車速有關的 跟車之類的 然後右邊就是一些介面 小螢幕的介面還有儀表的介面 我們先從最左邊開始 這個是下坡線速 下坡線速如果說你設在90的話 它會定速給你關掉 你如果是在定速 它會把你定速關掉 然後呢它就會維持在 例如說你設90 它就維持在90 採用引擎煞車或腳煞車幫你的時速 維持在90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 我們看一下 我們按一下 按一下的話 這裡有出現這個 就是有跟車 再按一下 只有單純的定速 沒有跟車 那如果全部關閉的話呢 就是都沒有定速的功能 你按上一次也沒有功能 再來 這裡 例如說你開在80 你現在想要定速 按這個也可以 按加也可以 按減也可以 基本上就是維持在那個速度 然後定速以後呢 例如現在這樣就是定速了 定速它這個 在定速的狀態下 這個框框會不見 然後這一條啊 有沒有看到這一條 這一條會變紅色 如果在定速的情況下 你如果按加減的話 就是降一枚 例如定速80 按減就79 按加就81 這樣 然後回覆上一次定速 你如果關掉定速 再按這裡的話 再按這裡的話 就是回覆上一次的定速 上一次的定速 例如現在80 你按下去它就80 這個是跟車的功能 跟車距離一樣按左邊的加減 去調整距離 你如果調五格的話 調五格它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紅燈 你調五格 就算沒有在跟車的情況之下 它也是差不多 怎麼講 大概80公尺 60或80公尺 它就會亮紅燈了 你如果設定一格啊 就算你沒有在定速的情況下 你跟車太近 設一格 它就會比較晚亮了 自動煞停的那個功能 嗶嗶嗶嗶嗶那個功能 它也會比較晚啟動 你如果都按五格的話 在沒有定速的情況下 會比較早提醒你 叫你要煞車這樣 再來是這個功能 超速設置 在定速的情況下 招備燈 如果你按一下 超速設置 10公力就可以溜到90 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就允許跑到這邊 現在因為沒有在開 它就可以跑到這裡 然後就開始煞車 引擎煞車 腳煞車什麼都來了 就是不會讓你超過那個速度 在定速的情況下 它就是 允許你跑到90 但是90一超過 它就要幫你煞車了 那我們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有板3Mi 這個80 有板3Mi 這個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IC系統 其實它的減 小塊有8機 它就板到79 你如果有IC這個系統 達付也有PCC 這類的系統 它是可以設定減速的 它這個什麼情況啊 現在這個完全沒有這個系統 它什麼情況 例如你超車你開到90 用油門踩到90 你的定速還要定到的 你如果像以前 超車過了之後 油門放掉 它會放空檔 可是它會慢慢慢慢 慢到77 才開始入檔 再加速 它這個是IC系統 IC 它的系統 可以慢10Mi 就像你如果買車 它那個有GPS 靠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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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知道前面爬坡的話 它就不會走 你可能跌到走上 爬到坡頂 它可能會慢到剩下70 然後開始放空檔 70放空檔 下坡就直接跑到90 或者是跑到你設定的80 這樣 那個比較複雜 大家可能聽不太清楚 因為台灣這套系統 基本上現在還沒有車商引進 只有外匯車我有開過 它那個就是會自動放空檔 不會轉油門 爬到走上方空檔 再來咧 這裡 這個介面 這個按鍵 按一下 變成操作這裡 變成可以操作這裡 左右鍵就可以操作這邊 再按一下 就跑回來 儀表這一邊 按上下的話 按下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圖枝 所以也沒有功能 中間基本上看不到東西 這個就是看車重 如果氣墊車的話 可以看到 車子的重量 如果有搭配EBS的尾車 也可以看到尾車的重量 這個就上下鍵 然後在 我們現在在這個 駕駛螢幕這邊 這個是首頁 這邊就是 例如你這裡有故障 按下去 按下去 先按這個 就可以看到一些 旅程電腦 通知就是 現在掛車燈故障 之前有拍過影片了 反駕如果沒有改 改那個電源線的話 它會亮這個燈 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通話之類的 那你如果在這個 這個算是首頁 這個螢幕的首頁 按左右可以查看一些山樹 變速箱油溫 電壓 發動機油溫 機油的位置 可是它 BOBO它只能洗火才看得到 發動也看不到 但是BOBO你如果在開的時候 如果機油量不夠 我覺得它應該會算 機油量不夠 它有跟你通知 你下一次洗火檢查的時候 你就知道機油量不夠 油壓 水上水 AR 這個 沒有功能 渦輪增壓 時速 這樣 這邊大部分就是 這裡的操作 如果我們換過來這邊 這個按一下 它就換操作這裡 你就可以用這些功能鍵去操作 這個也有作用 例如 我們現在先 電話好了 例如它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的功能 按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顯示 你現在連接到哪個藍牙 這個 這個呢 聲控在台灣沒有作用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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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這個螢幕操作 也可以在這裡操作 你如果連上藍牙的話 這裡跟這裡都可以操作 我們要打電話 直接按一下就好 按上下 看你上一次的通話紀錄 然後這邊就大小聲 音量的大小聲 這樣 OK 以上就是這裡的 跟這裡的功能 然後喇叭 大喇叭 小喇叭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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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